全科教你学 学习更护眼 本节目由小度智能学习平板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山途酒夜赞助播出 随时随意 山途一下 本节目由柏莱雅品牌赞助播出 新年一起趁年轻 续发现 本节目由三星画镜电视赞助播出 美成一派 爱了爱了 本节目家庭通过线上报名 甄选而来 有请出题官 杨迪 张萌 全家来答题 代季无距离 欢迎大家来到 代季互动答题节目 跨代答题网 全科教你学 学习更护眼 本节目由小度智能学习平板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山途酒夜赞助播出 随时随意 山途一下 本节目是由柏莱雅品牌赞助播出 新年一起趁年轻 续发现 本节目是由三星画镜电视赞助播出 美成一派 爱了爱了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同度参与答题就有机会引起大奖 我是全民出题官杨迪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年代出题官张萌 欢迎萌姐 今天的我们这个家庭搭档 跟你还有点关系 是吗 无子党的一个搭档 因为你本身女儿嘛 对吧 对 当妈妈什么感觉 当妈妈我觉得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角色 但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 当妈还真是不容易 那真的是天天不容易 天天觉得不容易 今天来的三组家庭 也是拥有超能力的妈妈 真的 我们赶紧把他们请出来 有请大王小王家族 有请 快把一打震天响 大王小王走上场 大王大王今天先说话 家里排行是老大 都说小王是火宝 家里排行我最小 好 我们妈妈不容易 都怪我俩太淘气 妈妈平时很辛苦 上体力来 怎么样 小老虎 大家好 我是大王小王的妈妈 这是我的作品 我们是五十五华的大王小王家族 这个快篇里面 把妈妈也介绍几句了 最后说妈妈像老虎 是 是 是的 妈妈说可以这么说是吗 不是 人家说相声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这话不能信 我们今天说到超能力 你们觉得妈妈 有没有什么超能力 我知道 是什么 蜗牛之脸 什么之脸 什么之脸 猫子 四点半我们去游乐场玩吧 好啊 去吧 六点半 妈妈 你鞋穿好了吗 还要打完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粉底还没打完了 对了 搞不好 这娃要穿衣服 穿衣服之后还有抹口 抹口服之后 还要去那里发的 像剪剪发的 剪剪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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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不发了 妈妈是有点儿童颜症是不是 是的 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 有没有什么家庭宣言 大王 小王 何德皇上 战战战 天下无敌 来 先落座 欢迎我们的大王小王家庭 欢迎 来 你看这孩子 戏还挺多 一直在表演节目的感觉 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树懒家庭 有请 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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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树兰家族的姐姐 我叫刘子涵 也可以叫我Lono 我是儿子和弟弟名字 叫做卡卡 我喜欢跳舞和篮球 面向困难从不低头 我做人城市靠谱 从不那么张扬 请记住我的名字李子杨 大家好 我是树兰家族的妈妈 我是Lono姐的大闺蜜 是弟弟的大姐大 今天来到跨代答题王 我要陪孩子们一起过关斩将 胜者为王 大家好 我们是树兰家族 影响中树兰家族应该是 缓慢的速度 对 为什么叫树兰家族 姐姐长得像树兰 妈妈行为像树兰 小树服从多数 小树兰家族也只好像我 好 你是说你像那个 对 就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闪电 哪一个 你这样说真是像了 尤其我从侧面看的话 真是像了 来 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 应该有准备家庭宣言 对 来 树兰圈队 啥鸡都会 如果不会也能磨碎 你对 好的 欢迎我们的树兰家族先落座 好 欢迎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家庭 杰斯家族有请 大家好 我们是杰斯家族 我是弟弟陈一恒 Jay 是Joy 代表欢乐 哈喽 我是姐姐 陈嘉宜 C C是Champion 代表冠军的意思 大家好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万力 E Effort 是努力的意思 我们一家要加油 努力 取得冠军 YES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也可以一起玩一下 聊一下天 或更相互之间关系会更好一点 所以就来了 有时候有可能我会说一些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小时候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种聊天的方式来慢慢处理和 一些事情的发生吧 好 哇哦 帅不帅 萌姐 好帅 这是popping吗 Hip Hop 对 Hip Hop 英文一个五种 我刚才因为一直看我们的那个树兰家族 不是有 稍微舞动了一下 对啊 我们要不要来一个battle OK 好不好 好 子洋来了 我的天啊 来看看你们两个怎么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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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也可以 是 我们 说 装 你的 我们 想 偆 你的 这 ola 我 哇 来养你 叫你呢 我一来音乐都给我关了 谢谢两位小朋友 谢谢紫阳 好的 欢迎我们的Jazz家族 来 请入座 谢谢 加油 今天的家庭都好厉害 才艺又非常多 所以非常期待各位今天的答题环节了 正式答题之前 我们还是要展示一下各个家庭的决心 可以给对方的家庭说点狠话 大王 小王 来要祝白来 你们都拜拜 跨带答题王 收叠给我皇 全场我最强 我们Jazz里面有个A A 好的 单组家庭都非常有宣言的气势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本期节目的答题规则 第一轮 跨带请回答 每组家庭的孩子和家长分别要回答 对方年代的抢答题 答对一题积10分 在本轮答题环节 每个家庭有一次行使代答权的机会 代答权可以在我们抢答之后 验证答案之前来使用 第二轮 全家向前冲 本轮设由互动抢答和游戏的互动 每轮获胜的家庭就可以积10分 两轮过后呢 总积分最高的家庭会获得 由小度智能学义平板 山途酒夜 柏莱雅 三星话题电视提供的冠军大礼包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同步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赢取大奖 那首先我们的小朋友们就要开始答题了 请我们的00后来到我们的答题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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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正式答题了 跨带请回答 加油 加油 准备好了我们就正式开始答题了 可以 今天第一道题呢是一道图片题 请问在八十年代的大街上 最不可能看到女生穿什么样的服装呢 其实就是我妈妈会穿的 我真的能看到我妈妈那个时候流行的一些元素 是 我们不能说太多 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图片 这是黑白照片 看的当然是了 这也是 这也是 这就是C 好 我们一张这个很酷 来 3 2 1 请抢答 那个她只能感应一次 后面的都无效 甚至拍坏了还要赔钱 树兰家族抢到了 A B C D 哪一个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的大街上 我们觉得应该是C 因为C的话它应该是在国外有吧 而且A B的就是都是那种喇叭裤一样的 然后我们妈妈有说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喇叭裤 底下的那个裤子非常大的那种 你觉得C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中国流行起来 应该是的 你觉得C是在国外才有 就是那个时候是在国外穿的比较多的 好 这是自己还很有一套分析 还真的 确定吗 C 确定吗 确定 不改吗 不改 好的 回答 回答正确 恭喜 真的很厉害 因为A B D确实 他们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潮流单品 比如说我们这个D呢 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个蝙蝠衫 就是它的袖子有点肥肥的 然后B呢就是刚才我们姐姐已经说了 就是它那个喇叭裤其实特别显腿长 那个时候妈妈也有 然后A呢这个就很经典了 我们管它叫健美裤 它是怕它这个裤子往上缩 所以它底下是有个脚灯 是专门藏在你的那个高跟鞋里面 但是唯独我们这个C它叫贝贝裙 那这个贝贝裙呢其实是有一点像就是90年代末的时候 才流行起来的最不可能看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C贝贝裙 其实你分析的还真挺到位的 可见平时有研究一下穿搭 如果让你形容一下妈妈平时的穿搭风格 你会怎么形容呢 就穿得很现代 然后很时尚 很现代 就是她比较穿 穿得比较年轻吧 Jace的 妈妈穿得比较像那种牛仔裤子之类的那些 休闲一点的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对 她喜欢穿舒服一点就行了 大王小王 你们俩好逗 你们觉得妈妈平时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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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乱穿 直接穿哪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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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知道在儿子的心中你是乱穿吗 我都说了 他们是相声人的嘴 骗人的毁 她肯定觉得妈妈不管怎么穿都好看 随便哪一件一穿都是好看的 对 对 我是感觉随便 不感觉是穿哪一件都不一定好看 好了 不问了 那我们就继续答题了 那接下来第二题呢 同样也是图片题 是那个年代非常经典的回忆 00后 请听题 八九十年代流行过非常多有趣的小零食 请问下列复古的物品中不属于糖的是哪一个 三 二 一 请抢答 树懒家族 你们哪是树懒啊 闪电 对啊 闪电 但是能不能答对呢 那ABCD哪一个不属于糖类 不属于糖类 我觉得应该是C C 因为C 我们两个都有玩过 它好像不是糖 就是一种胶把它放在那个管子上面 然后你吹它就会变大 然后就把它搞下来 就像有点像那种气球一样 你就可以打着吧 而且不管怎么样 要是糖一定可以吃 但这个就不能吃 而且我还用了排除法 另外几个我都可以确定是糖 别的你有吃过吗 弟弟 都吃过 都吃过 明明不就是石头吗 像石头一样的 巧克力糖 然后B是口香糖 D是戒指糖 所以选择C对吧 对 回答 回答正确 恭喜 太厉害了 明明这些是八九十年代流行的 为什么你们也还吃过呢 就是我妈妈她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爱吃零食的人 所以她经常会给我们就是推荐很多 其实是给妈妈给自个儿买的 都被你们给吃了 一会儿去妈妈在家吹泡泡椒 好了 那我们现场其实也有一些零食给大家准备 是不是 是的我们看一下那个时候非常经典非常流行的那些零食 小朋友都可以看一下 来 我们都上来看 我要吃吗 可以吃 我们每个小朋友选择一个最想吃的 杨主老师 有个问题 我全部说出来他们的名字 能给我加十分吗 你怎么能随意违反我们的规则呢 不能 好吧 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想吃的 你们都可以拿 你们可以拿一个 但是现在不能吃 要回去吃 如果我选择这个 是不是只拿一盒 拿一盒可以 我们没有那么抠 那么 拿一盒显得我们 我拿除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大方 每人选一样 不是每人选一盘 紫阳拿 大胆地拿 我好想拿这个 咋知道我手势要快一点 这个好好吃的感觉 虽然我们已经成年这么久了 看到零食还是有点动心 好可爱 来 我们看一下大王选择了什么 你们俩都选一样 你们俩是不是谁都不会给对方自己的吃的 所以就一定要选一样的 完全猜对了 一横 你可以把它拆开 你可以拆开 这个戒指糖 可能你们没见过 我都没有见过戒指糖 我们经常吃 真的 这么大一颗红宝石 可以带着 然后桌 放进嘴上 你看我桌 大家都拿到自己心仪的零食了 我们就收摊好不好 好了 我们继续回去答题了好不好 走 那接下来第三题了 第三题对小朋友来说 稍微有点难度 这道题是个视频题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没了没了 零零后 请听题 八十年代初 广告开始蓬勃发展 一系列的广告语中呢 广告歌是主要的流行因素 那请问刚刚这个视频里面唱的烟雾 烟雾 一曲歌来一片情 你是到底会不会唱 一曲歌来一片情 他唱的是什么产品呢 没有选项 你们就自己作答 三二一 请想答 不要不要不要 大王小王 是 收音机 收音机 你们自己想想 出面什么 烟雾 烟雾 一唱歌来一片情 这个一片 我原来以为还有薯片呢 可是仔细想想 你录音机跟薯片有什么关系 不会录音机爆了 会有薯片吧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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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薯片啊 一片情 人家没唱薯片情 你难道 薯片 薯片 一唱薯片 来一碗宝 乐视人 一片是薯片 一片是薯片 你先别高兴 我跟你说 有可能没答对 你先等一会儿 确定是收音机 确定吗 不是洗衣机 他们答对了 洗衣机 不是微波炉 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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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微波炉 烟雾 烟雾是个收音机 害怕了吧 确不确定 确定 好的 回答 回答 正确 恭喜大王小王 获得十分 恭喜 这个孩子 当时非常准确的答案 叫做收录机 但我们是叫收音机 收音机其实是对的 我们家是比较早买的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收音机呢 它既可以录 可以录一些声音 然后还可以放一些磁带 非常非常的吵 就是这个 确实那个时候 有非常多的经典的广告 我自己都还记得一些 是吗 那你会不会表演一下 我给大家唱一些 大家猜猜是什么广告 好不好 但是 不算分的 口头表 不算分的 再看我 再看我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这是什么 牛腿 牛腿 这俩 挺坏 来 我再给你们猜一个 扭一扭 舔一舔 泡一泡 这是什么 什么 奥迪奥 就明月 灵月 好灵月 奥迪月 月月 利利利 你们俩全在这种 没分的时候答得欢 好 接下来我们第四题 准备好了 抢答还是很重要的 这道题呢 我们要先听一段音频 认认真真听 因为答案就在这段音频里面 请听 加油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 没有 没有 都没有听过 太好了 好像听过 但是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这首歌叫做 《长回家看看》 零零后请听题 歌词里面有提到 哪怕帮妈妈做什么事 A 刷刷筷子 B 锤锤后背 C 柔肉煎 D 准备一桌好饭 3 2 1 请想答 助懒家族 我这道题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是她 选B 选B 帮妈妈捶捶后背 对 捶捶后背 妈妈背有点酸了 捶捶后背 回答错误 接下来另外两个家族有机会了 3 2 1 请想答 好的 我们JES家族 对吧 现在ACD还可以做选择 我们选A A刷刷筷子 对吧 我听到刷刷 但是不确定是筷子 好像是吧 刷刷刀子 没有 刷刷筷子确不确定 确定 确定 A刷刷筷子回答 回答正确 好 恭喜JES家族 我们可以再听一遍是不是 仔细听一遍 我叫刷碗 所以我说 她是洗洗碗 刷刷筷子洗洗碗 对 因为妈妈经常在厨房里面忙碌 所以这个时候是 去那边帮助妈妈是最好的 爸爸是捶捶后背揉揉肩 对 对 妈妈跟爸爸要去分开 这首歌现在不太熟 以后你们就会用到了 好的 那接下来到我们 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 第五题呢 是一道和生活相关的题 不知道大家平时 也有可能听妈妈说过 00后请听题 请问以下我们常说的 生活知识 具有科学依据的是 A 扔飞机的时候 哈一口气 扔出去会更远 B 屋子里撑伞会长不高 C 白头发越拔越多 D 饱不洗头 饿不洗澡 其中有一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321 请抢答 大王小王 是 嗯 抢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呀 C C 白头发越拔越多 觉得这个是对的 越拔越多长满 是不是 本来一根长一头 妈妈要不要改 她说过了 你有机会 留给她打击的时候 她不会就举个手 行 决定是C 白头发越拔越多 回答错误 还不给你选的 来 另外两个家族有机会了 321 请上答 好 借此家族 我觉得B B 屋子里撑伞会长不高 为什么 我常听过 常听说过 但是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科学依据 你看 杨地哥哥小时候就在屋子里撑伞了 还是长得 还行吗 你为什么要在屋子里撑伞 有的时候 屋子里扮你过家家嘛 什么曲纤白素针啥的 好吧 觉得屋子里撑伞真的会长不高 对吧 你们在屋子里撑伞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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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撑过 没有 那从哪听说过这样的话呢 谁在说 好像是奶奶 奶奶说的 就是更长辈一些会有这样的言论 老话嘛 回答 错误 那他们还可以再抢吗 不可以了 不得了 就是二选一了 二选一了 直接就A和D 要不要再思考一下 不要 因为A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嘛 但是我们 我试过 根本飞不远 真的吗 就是你哈了跟没哈一样 反正它就落在你前面的 好的 选择了D 我们的树懒家族 回答 回答 正确 正确 恭喜诱惑十分 这个D呢 确实有科学一句 给萌姐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吃饱了洗头呢 会导致肠道 就是我们的胃肠道缺血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消化不良的这种现象 然后如果我们说饿着的时候去洗澡 你知道会产生一种低血糖的这种现象 就会有点头晕 容易晕倒 但是我们这个A呢 其实扔飞机的时候 哈一口气 纯属就是一个动作 然后觉得有点运气 图个吉利 都在哈 对对对 我也哈一个 白头发这个就也是没关系的 白头发其实没有 其实白头发就是说 它是跟我们的一个生理现象 还有一个遗传现象 是比较有关系的 其实你拔了多少 它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该长多少就长多少 不会说越拔越多 这个屋子里撑伞 就应该是更没有什么 我毫无科学依据 撑伞不会影响你的身高 但是这些话呢 我们真的也是从小会听到 孩子们吃饭 有的时候剩饭 你们会说什么吗 我们家的 它发得得干净 那个碗就是舔过一样的那种 因为有一句话叫碗尽福智 如果碗吃得特别干净的话 就证明福气到了 我们小的时候会有一个 叫一粒米不容易 农民伯伯种来的 是 所以从小其实就吃得很干净 你们俩肯定不胜饭 大王小王 妈妈会说少吃点 别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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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就是从小可能别的妈妈都会 追着去吃饭 我们家从小就是说 OK了不用吃了 可以别吃了 控制饮食 好的 我们这一轮 我们00后的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 来看一下目前三组家庭的积分情况 一轮答题是我们的树懒家族 暂时李先生 恭喜 恭喜 看能不能继续保持 因为接下来就到我们妈妈来上场答题 来 请妈妈和孩子交换我们的 跨带交换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同步参与答题 就有机会赢取大奖 好的 到了我们家长答题的时候了 妈妈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加油 争取维持之前的分数再更上一层楼 好吧 维持 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一轮答题 家长请回答 以下哪部电视剧不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 A 《武林外传》 B 庆余年 C 你是我的荣耀 D 狐猪夫人 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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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请抢答 杰斯家族 好 王妈妈拍烂了都快 但是没抢到 妈咪 我现场求助你一句话 请说 D 在案 D 0 在案 懂了 你后要0.5秒 懂了 好的 杰斯家族 我选A 因为好像A就是不是那种什么大IP改编的 剩下庆余年好像是小说 妈妈好专业 还会说大IP 对 大IP都来了 好 A确定 确定是A 回答正确 好 干得好 确实这个题很简单 妈妈们都比较熟悉 小朋友们 谁看过吗 都没看过 《武力外传》也没看过吗 一步都没跨过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了 这道题是要考妈妈们的生活常识 家长请听题 请问以下食材适合放在一起食用的是 A 小葱拌豆腐 B 牛肉炖土豆 C 豆腐炒竹 D 黄瓜拌花生 应该是C 我觉得是B 3 2 1 请抢答 树懒家族 我还没讲到 完了 大王小王的妈妈又被她孩子数落了 对 你无语了 妈妈 来 我们先看一下树懒家族这边的答题情况 我觉得是B B 对 牛肉炖土豆 为什么 就是我先生经常做这个菜 没吃出毛病 你就在家里吃你先生做的时候你觉得太适合放在一起吃了 对 这是她非常喜欢做的一道菜 但是我们小葱拌豆腐你想想 对 也很好吃 还有这种黄瓜拌花生 这凉菜里面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但是没有拌在一起 开黄瓜不撒着花生碎 不会 所以选B 回答 正确 恭喜 再得10分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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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边又要叫妈妈了 放水 一结束再按 三 一结束再按 大哥 大王都上来了 三 二 一 三 完了再按 好 还挺能研究这俩 他们刚才是按早了还是按了 简直早的不能再早了 也就是说我第一次按晚了 第二次按早了 第一次完 第一次完 第一次完的一秒 第二次搞了一秒 好 行 马上妈妈这个误差就会解决了 要不然另外两个妈妈别按了 好的 继续答题 那接下来这道题 稍微有点难 不知道妈妈能不能答出来 加油 加油妈妈 家长请听题 以下 不是2020到2022年度流行色和年度代表色的是 A 克莱因蓝 B 经典蓝 C 紫外光色 D 长春花蓝 哎 大王小王的妈妈注意啊 抢答的那个时机啊 3 3 2 1 请抢答 王妈妈 待会儿你又完了 来 杰斯家族的妈妈 哪一个不是那个年度流行色和年度代表色 我不太确定是B还是D 选哪个 我选B 选B啊 经典蓝有点暗 也许它不是今年流行色 D D 回答 错误 王妈妈 你还有机会 妈咪 1 0 2 来 3 2 1 请抢答 你又完了 大王已经哭了 我受不了了 大王说 是真实的哭吗 真是一个系 真哭了 没事 这边树蓝妈妈答错了 妈妈就二选一了 特别好 好吧 没关系 下一个不行 来 树蓝妈妈先答 非常感谢那个AC妈妈 我本来是在B和D之间不知道答案的 她帮我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 所以我选D 选D 长春花蓝 回答 错误 好 好 好 我白剪一道起 现在是A和C 其中有一个不是2020到2022流星色和年度代表色 C 二选一 二选一 你再错 另外一个也哭了 我跟你说 来 选择了C 选C A是代表色 回答 正确 恭喜王妈妈 最终一达的 谢谢你啊 妈咪 因为这个C它是紫外光色 是攀通2018年发布的年度代表色 它不是2020年到2022年的 这是前几年的流行色了 其他的颜色都是近两年的 对 恭喜王妈妈 回答正确了 加十分 终于答归了 王妈咪 终于答归了 好的 继续答题 迪士尼涌现了许多受到大众喜爱的玩偶形象 下图中有代表做的玩偶 是 有代表做的玩偶 A 琳娜贝尔 B 星带露 C 达飞熊 D 草莓熊 好像是 B 3 2 1 请抢答 天呐 王妈妈 我抢到了吗 直接答对 孩子们能飞起来 我记得是A A 琳娜贝尔 你都熟吗 这几个 后面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熟 我觉得 这几个形象我都不是特别熟 但是我 我就是 直觉就是A 不是 不是 不行吗 行使代打拳 大王小王按了 证明妈妈这个选项A有点问题 电影算代表做吗 电影算代表做吗 算 电影就是代表做 是以她会主角 还是她当个配角 都可以 是D 是D A那表是最近出道的 她没有任何剧枪 哇 好潮啊 没什么才出事呢 我还是总队员 第三步中的这个 大布子 大布子 如果这都答错了 你们刚激动的时候 那样尴不尴尬 不会的 我看过 好的 到底有没有回答正确呢 还用了我们的代答权 回答正确 正确 哇 耶 高光时刻 甚至连解释都非常的面面俱道 非常的正义 嗯 就是我的妈 好的那最后一道题了 加油妈 加油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 要仔细听 来 妈妈 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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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会以为这是猜什么 动画片的主题曲吧 我都告诉你们是熊出没了 A 竹林 B 森林 C 植物 D 青草 三 二 一 请抢答 这次家族的妈妈抢到了 孩子在提醒吗 我就不知道这个 妈 你先猜 你先猜然后我们再抢 那你就抢B好了 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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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戴达全又开始行驶了 觉得B不是正确答案是吧 C C 鸟 你说歌词里面写鸟 鸟儿在头顶把植物叫醒 A 又A了 鸟儿在头顶把竹林叫醒 D 不是 我们是主持人 我们啥都会说 D C D 又想得跟妈妈一样了 绕了这么大一圈 最后来 三 二 一 选择是 D D 我都快听不清 D是什么东西 D 妈妈 你做决定 D 我给D 回答错误 我认为D 我认为D 好的 现在另外两个家族有机会了 加油妈咪 加油妈咪 三 二 一 请抢答 好的 王妈妈抢到 B B B 森林 B B 如果真的是对了这边能封 还用了代答权 回答 正确 好 好 好 打赏你 你厉害 我们再来一起 我们一起再来听一遍 来 听一下 冬年假期 刚刚结束 我还有点 我变虎子 老儿在头顶 把森林叫醒 把森林叫醒 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 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 你们两个误导我 好的 我们这一轮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情况 好的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答题 全家向前冲 全家来答题 赛季无距离 是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跨代答题王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二轮跨代对决 全家向前冲 本轮互动需要派出一位家庭成员来完成 在赛道上使用喷壶向上对着气球喷水 保证气球不能落下 输送到赛道的终点的收纳箱就可以完成了 最快完成三个气球的输送 同时要前往我们的主舞台 拍下我们的抢大按钮 才可以回答我们的题目 答对题目的家庭就可以累积十分 这样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先看题 是什么题 妈妈没搞明白 米 米字 你看 伊 米字 你看 下 左 左 上 然后这顾目是什么呢 左 下 下 好像那是布 对 对 木 好 好 木齿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加油 好 加油 三 二 一 全家向前冲 好难啊这个 好 慢点慢点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都在边上 快点 来来来 住 王玛玛崩溃 娃娃崩溃了 一utch表情管理 已经没有了 又来 好 王娃把进一个了 还有两个就过来抢答了 他们进了一个 没事 没事 我们不看别人 我上 对 加油 自我一脸 加油 王娃把最后一个球了 好的 好的 当然王娃把如果没答对的话 剩下的妈妈还有机会 我们还是要争第二名和第三名 第一个 坐下 再来一个 加油 努力 加油 进了 好 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追平了 可以 这个可以 好 刘妈妈三个了 王妈妈这一头汗 这个家务累不 累的 我们再看一下题目 如果 等于上下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不是的不 回答 错误 要按顺序 王妈妈 完了 刘妈妈作答 好的 刘妈妈来 如果等于上下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 木 木头的木 木头的木 为什么 因为横竖片了 回答 回答 正确 恭喜 好的 我们第二轮作战开始了 来 请听题 请问 下图中哪个水果和其他三个不一样 A 榴莲 B 雪莲果 C 菠萝蜜 D 柚子 榴莲是热带食物 菠萝蜜也是热带食物 柚子应该是热带食物 雪莲果应该不是热带食物 热带食物 因为其他都是可以剥出来的 只有雪莲果它是整个能吃的 我觉得是雪莲果 这是削皮的 其他几个都是剥的 而且其他的是不是都是一半一半的 可能是的 其他都是一半一半的 只有这个是一整颗的果实 对不对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这不谈 好 3 2 1 全家向前冲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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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张到里面去 张到里面去 加油 最后一个 慢点 好 佳怡可以过来抢的 好 不错 小王进了一个 还差最后一个来争夺 第二个顺位 加油 轻一点 轻一点 到后面你就不用弄他了 他就自动落了 加油 打平了 打平了 谁能进最后一个球呢 小王和子涵都已经到了终点了 谁能进呢 好的 子涵进了 那我们的大王小王就最后一个作答 按照顺序是我们GIS家族先作答 来 佳怡 我选择B 选择B 雪莲果 对 因为A C和D它的皮都很厚 然后性就拨得就很新鲜 你觉得雪莲果的皮薄 对 然后A C和D都是热带食物 柚子是热带水果 柚子好像不一定 柚子不是热带 确定是哪个 B 雪莲果 对吧 对 好的 回答 正确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是因为只有B 雪莲果 是长在D底下的 就是它其实是挖出来 有点像红薯 那其他的榴莲和波罗蜜 还有柚子它们是长在树上的 这一轮呢 我们树懒家族答对一题 Jazz家族也答对一题 每一个家庭各得10分 好的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二个互动环节 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小朋友要踩下我们的垃圾桶盖 将纸团弹出 让妈妈用我们这个框子将纸团接住 倒进我们的纸楼里 成功丢进五个纸团 拍下答题按钮就算完成我们的挑战 三组家庭根据我们的完成顺序 依次可以获得五分钟 四分半和四分钟的答题时间 然后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你画我猜的环节 你画我猜呢 是台上的成员通过肢体动作演绎题板上的词语 对家庭区的其他成员作答 答出题目最多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本轮的胜利 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准备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开始 Go 再来 去 我踢 差一点 来 我要我面前来 给 快 快踩啊 快踩啊 放好再踩 放好再踩 走 去 踩掉了 可以 接住一个 快点分 来 来 两个了 可以 三个 好像我们树懒家族这边 成果优先 已经进了三个纸团子了 加油 放好一点 快 可以 厉害 四个了 再 快点 进了 我们五个了 树懒妈妈这边 两个了快点 三个 三个了快 不要滑 四个还差一个 快点 再来 再来 没有 你们好了 好的 开始进行我们的你话我猜 那么从目前为止 时间稍微来说比较少一点 我们的杰斯家族开始 好不好 四分钟的时间好好把握 争取答出更多的题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的四分钟倒计时 开始 哈利波特 不是 钓鱼吗 不是 有四个字 然后他头上 他戴着什么也可以说出来的 他戴着什么也可以说出来的 潜水眼镜 有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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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火 是动物还是什么 不是 它是一个 三个字的一个物品 噴火器 都这样了你还噴火 不是那个消消灭那个什么 我一想起来 消消灭那 那个东西叫做 红色的那个 我想不起来 你都面子都出来了 它是什么 戴火器 答对 怎么 等几分钟然后 放面面 对 两个字 拔河 答对 这什么 西班牙斗牛 这两个字 斗牛 好 四个字 黑白黑眼圈四个字 然后四个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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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 黑白黑眼圈四个字 三个字 答对 四二四个字 见我 花西篮球 答对 我是 你哪位 又可以 又可以 我都想演 四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带风重军 带风重军 答对 时间到 答对挺多 我们看一下 十一道题 我不知道 他自己演花魔吧 所以我是女的 所以我才是他的爸 我是他肩 我腿拐了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 大王小王家庭 来吧 来 准备 三二一 开始 我跟你说出来 四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是吧 四个字 中国古典故事 中国古典故事 狗 在水池里捞一个大圆圆的东西 不行了 有捞字了 不能说了 二 你看我扎不扎你 就完了 三个字 消灭你 换一个 我们 几个字 对啊 两个 五个字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第一个 你们有个字了 过 我们那个演完那个就 你不是很生气吗 就偷出了那个啥东西 打我们是吧 这是能说的吗 憋字 哎呀 什么嘛 你怎么狠呢 我那个点 扫子 四个字 四个字 还可以用来清理的 四个字我打你们的 类似扫子 类似扫子 类似扫子的四个字吗 对 对 能扫子的四个字是什么呀 也不类似其实 也打扫卫山 鸡毛板子 对 对 我是哪吒 哪吒 哪吒你叫什么 哪吒的技能 四个字 我我的呢 这是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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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头了 你们老说上面的字 好爽啊 好爽啊 三个字 柠檬水 先加一个 四个柠檬 对 四个字 一模一样 第一个是我的这里 这里不是眼 是眼把中间那个 你的梁去掉了 中间的去掉了 多吓人啊 第二个是我登山 你又说登字了 过 兄弟先跟我说几个字呀 三个字 三个字 太后 重现 还是比赛 小红小绿成立 向前说 你觉得那盖儿东西 这是个东西 手上拿着什么 对 这东西给你了 你捅到他脖子里去了 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手都拿着 垫你毛乖 什么 妈妈你除了鞭子 就是垫人的 你是干什么 时间到 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王小王家族答对 真的吗 冷静 我再努力吧 继续努力回去好好有机会练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我们的树懒家族 倒计时五分钟 计时开始 这个四个字 然后翔龙十八掌 不对 四个字 然后走 台山倒海 对 一种很厉害的 十八动物 一个动物 三十蛇 差不多就一个字对了 对 聪明 四个字 二十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 这个 就是那个大风 怎么说 风字有了 有风字了不能说 呼风唤语 呼风唤语 二十世纪是个什么样的世纪 呼风唤语 客门 四个字 四个字一个成语 手舞主导 答对 这么聪明啊 三个字一个人物 林黛玉 对 答对 嗯 什么茶言 你进来了 欢迎光临 这是一句话 七个字 什么意思 第一个字是 我 你 这是一首歌 对 第二个 然后 答不出就过 这点难 过吧 四个字 一个 就是每天在一个地方下面 看到的范围很小 它是一个什么 银银鱼拉 对 恭喜你们答对十三道题 所以这一轮 获胜的是我们的树懒家族 再得十分 恭喜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最终的积分情况 那所以现在就要恭喜我们的 树懒家族 成为我们今天的本期的冠军家族 恭喜来 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区 恭喜我们的树懒家族 最后这个真的是让我很羡慕 他们的这个妈妈和孩子们的这个默契 真的很棒 刚打起比划我猜环节 平时家里有专门有这个课是吧 看你的节目看得多 看我节目 你也偷其了 很想跟你 玩中华小曲库 可以 我们有机会也去一下猜猜歌 那我们现在就共同为冠军家庭开启我们的跨带空间 看看有没有他们心仪的奖品吧 我们全场一起倒数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开启 这都是给到我们冠军家庭的我们的奖品 全将来答题 待机无距离 本期的跨带答题王就结束了 再次恭喜我们的冠军家庭 我们的树懒家庭拿下我们的终极大奖 收获了由小杜智能学习平板 山土九夜 乌莱雅三星画镜电视提供的冠军大礼包 同时也感谢另外两组家庭也参与我们的答题 那看我们节目的所有观众朋友们也要看完节目之后呢 给我们伟大的妈妈表达一下爱依要说一声 妈妈辛苦了 当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跨带答题王 下周见了 拜拜 再见 全家来答题 再继无距离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上微博搜索节目 跨带答题王话题页 参与更多趣味互动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新闻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描动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新闻客户端合作 引力资讯 Zucker 特别合作 WiFi万能要许 智行 WiFi直播 百度输入法 探探 感谢媒体支持 中兴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腾讯大虾网 亚洲娱乐网